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运夜圣诞节快到了 你还没有买圣诞节礼物给我呢 爸爸一定给你买最棒的礼物 谁叫你是费多士市长的小女儿呢 我的爸爸是这里最有钱有势的人了 你说的没错 晚安 市长先生 安德律 牧师啊 我现在就来帮你一点忙 谢谢您 这玩意儿好像一年比一年要重了 是啊 不过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里 马草景布置可不能少 每个人都应该出点力气才行 爸爸赶快走嘛 来了 来了 亲爱的 牧师啊 抱歉 我帮忙只能帮到这里了 我跟我最爱的女儿有个约会呀 只有我这个女儿呀 爸爸 对呀 对呀 我怎么忘了 要不要今天的晚报啊 市长 再两天就圣诞节了 这可是圣诞专刊呢 谢谢你啊 布奇 圣诞节的报纸里 铁定都是好消息 不用找了 谢谢你 市长 你可真感染到圣诞节 乐善好事的精神了 是啊 布奇 我也是这么想啦 爸爸 你快点 来了 来了 亲爱的 晚安 卡拉 这里需要我帮点忙吗 当然好啊 布奇 今年村子里啊 每个人都在做圣诞装饰 看起来真漂亮 是啊 除了他 就是啊 那个可怜的汉思 他每一年都是这样 晚安 汉思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你注意到了没有啊 最好早点来 早点结束 我才没心情知道的 老天哪 汉思 圣诞节到底跟你有什么仇啊 我才不知道圣诞节 给了你什么好处我的 我们两个人扯平了 我就是喜欢圣诞节 像点燃江灵奇的蜡烛啦 好吃的大餐啦 教会的庆祝晚会啦 还有村子里欢欣庆祝的气氛 我还喜欢为家人选购圣诞礼物 今年我要帮我太太 买一件保暖的大衣 我女儿开出的单子才多呢呢 反正我只有一个人 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呢 别在这里浪费我家的柴火 别这么凶啊 汉思 我知道你在下除克力 知道就快点走 好 我走 我走 你想干什么 你该不会也想做圣诞节的宣传吧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艾多 圣诞节只是另一个吃喝玩乐的借口 我才没有时间理他的 谁在敲门啊 要不要买一份报纸啊 今天我刚好剩一份 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我哪有什么美国时间 看你那个什么报纸呢 面包店的蛋糕刚出炉 好香好酥啊 你应该买一份请过节的客人吃啊 你是知道的 根本没有人换来我家 平常是这个样子 圣诞节就更不用提了 哎 每年啊 我都期待你会改变心意 现在我只好祝你有个快乐的圣诞节了 你又知道什么了 你不过是一只笨鸟 哎 我又怎么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哦 难道你是这样跟市长打招呼的吗 对不起 市长先生 我以为你是那个老女人 什么 我不是说你是老女人 你还很年轻啊 我是说这个 好了 汉斯 算了 我今天来是有正事要办 市长先生 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的 我正想为我亲爱的女儿安德丽 找个完美的圣诞礼物 爸爸 我想这里不会有我要的东西 我们不能放弃任何机会呀 把你所有上等的鞋都拿出来 抱歉 市长先想 我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做新鞋了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我只修理村民的旧鞋 走啦 爸爸 我们简直在浪费时间 你看吧 艾多 我又失去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你说的对 艾多 我应该答应市长为他女儿做一双新鞋的 我刚好留着一套漂亮的红靴皮 不过 现在说也来不及了 市长一定到别的地方买礼物了 是市长吗 他回来了 市长先生 很高兴你能够回来 晚安 汉思 哦 原来是你 格雷奇 是的 没错 今天啊 我有一笔生意要给你做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相信吗 汉思 竟然有人把这双可以穿的鞋给丢了 这双鞋破成这个样子 已经不能够再穿了 我想你的巧手一定可以把它给修好的 我想把它修好了 送给我的孙女艾莎做圣诞礼物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双鞋不可能再修好了 除非有神机发生啊 可是我可以付你钱呢 付钱 你又怎么付钱呢 格雷奇 这是一捆木柴 我金票细选的 是为了我和孙女艾莎留的 现在全都给你 怎么样 木柴又不能够缺 你应该知道 汉思 我求你 我知道一捆木柴根本不够付你的工钱 可是我只有这些东西了 艾莎真的需要一双鞋 真是一个圣诞礼物 求求你看到圣诞节的份上吧 讲什么圣诞节 简直在占我便宜吗 大家都在说什么送圣诞礼物 从来没有人送我一个礼物 更别说是圣诞礼物了 汉思 我对你失望透了 圣诞节不只是为了送礼物啊 我可不这么想啊 圣诞礼物是为了纪念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 我 我就知道三句话不离礼物 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降生在伯利恒 成为全人类的救主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乃到不值得庆祝 这个 可是 再见了 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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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 我要害怕 我要报给你一个好消息 不可能的 你真的是天使吗 汉思 你应该为圣诞节感到高兴才对啊 连你也想说服我 我你是在做噩梦吗 今年圣诞节 你将会收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 没有人会笨道买圣诞礼物给我的 我讨厌礼物 这个礼物 比天下所有的礼物都要好 是上帝给你的 上帝要送给我圣诞灵 不会吧 早啊 飞得利 早啊 布吉 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的礼物吗 我要为一个很特别的人买一份圣诞礼物 你可以试试对接装订书的店那儿 见了布吉 正经这一号集了 正经这一号集了 欢迎光临 汉思 真高兴见到你出来逛逛 今天想买些什么 我要你店里最好的礼物 古斯塔 这幅画看来怎么样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名画 看起来是很好 可是我要最好的东西 这座雕塑最完美了 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你不觉得吗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它呀 不过你有没有更特别一点的东西呢 大方疑人又兴起有趣的东西 我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可是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盒子 不止如此 请仔细看看啊 哇 好特别的东西啊 宝宝 你看 市长先生 安德利小姐 真高兴见到你们啊 古斯塔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宝宝 我要这个礼物 我要这个音乐盒 等一下 我要买这个 古斯塔 我这里钱都给你 不论他给你多少钱 我都可以加倍给你 可是 对不起啊 汉思 爸爸对我真好 你要不要看看其他的音乐盒 汉思 这个也不错啊 你看看啊 你不明白古斯塔 我一定要找到最好的礼物 我再到别的店看看好了 我可以帮你们一起托 葛丽心 圣诞节的时候 你也跟人交换礼物吗 是啊 只要给礼物的心态是正确 那你会送给一个很特别的人 什么样的礼物呢 那要看是送给谁的咯 这个 如果是送给上帝的 你会送什么圣诞礼物给上帝呢 跟平常每天是一样的 我会把我的罪软弱和忧伤交给他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他的赦免和喜乐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葛丽心 你回去想想吧 只要好好思想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葛丽心 艾莎 真的是谢谢你们 对了 祝你生日快乐 我亲爱的朋友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 你说得对 艾多 我就好久没唱圣诞歌了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一直忘词呢 反正是圣诞节 谁管它 只要会唱就好了 你看艾多 这块鞋料可是最高级的红鞋料 我修起来这么多年 现在刚好派上用场了 我知道看起来不大 可是这确实最高级的红鞋料 我得好好利用才可以 你看银制的小鞋钉 全是我爸爸手工敲打出来的 这些银铃 是我第一次过圣诞节时 挂在圣诞树上了 整个我谁他们都派上用场了 艾多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做一个特别的圣诞礼物 我还知道你心里想要想吗 但是有人告诉我 今年我会收到一个圣诞礼物 很特别的圣诞礼物 我得准备另一个特别的圣诞礼物 跟它交换 真搞不懂汉斯到底在做什么 听说他正在替国王做一件领诞 不得了 是真的 艾多 我快做好了 你还真没耐心啊 好了 我终于完成了 成品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棒 我要大家看看我特别的圣诞礼物 一双圣诞红靴子 让你下路 师长来了 让我过去 让我过去 真是漂亮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靴子 爸爸 我要那个 那个就是我想要的圣诞礼物 一双红靴子 没问题 女儿 我帮你买 鞋匠匠 汉斯 市长 先生 美好的圣诞夜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你还真狡猾 鞋匠汉斯 今天确实是圣诞夜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记得你说过已经很久没有做新鞋了吧 你明知道在费多市我找不到比这双红靴子更棒的圣诞礼物 所以你到圣诞夜才拿出来 想把价钱提高 好吧 这双鞋到底多少钱 很抱歉 市长先生 这双鞋不是要卖的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礼物 爸爸 我不管 这当然是一件礼物 这是给我女儿安德利的礼物 你就出个价钱吧 我不卖 这双鞋我不卖 无论你出的价钱有多高 我该走了 我还得都弄几家店呢 是啊 我家里还在收了水茶不忘了翻呢 不能这样就算了 我一定要买这双靴子 我不能卖这双靴子啊 艾朵 这是给上帝的礼物啊 还不能吃艾朵 这些蛋糕是为我的客人预备的 我要预备最好的礼物给他 我想我的客人不会在意你先吃一点点的 你说呢 艾朵 艾朵 吃慢一点 圣诞夜已经来临了 我们已经预备好迎接圣诞节了 时间差不多了 好冷 好 原来是你啊 非得利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汉思 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一个圣诞礼物 是邮票册 好 实用啊 祝你圣诞快乐 汉思 你一定是被冻僵了 快点进来烤烤火吧 我知道那天我对你很不客气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哇 艾斯 没想到你真的感染到圣诞节的气氛了 事实上我在等一个客人 艾斯 我带了一份礼物给你 明天圣诞节的报纸 这样你就不用大冷天 出门去拿报纸了 你真体贴不羁 谢谢你 哦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圣诞节大餐啊 我自己煮的 请进 一起吃吧 坐下来一起享用 没关系 艾多 我们的食物还有很多 跟我们一块吃吧 汉思 我再等一下 现在还早 我的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客人 你到底在等谁啊 他来了 不要走啊 你会感到很惊讶的 汉思 圣诞快乐 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我的宣传阅历 谢谢您 市长 您太客气了 刚刚如果我有冒犯之处 还请您多多见谅 我真的是 你不用再说了 汉思 我知道我太宠我女儿安德利了 但是我没办法 谁叫她是我唯一的女儿呢 请进来一起用圣诞大餐把市长 那就谢谢你咯 汉思 我从来不拒绝饭局的 汉思 你不一起来吃吗 你是主人应该带我们一起谢饭祷告啊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圣诞节唱过一首谢饭歌 From heaven above to earth I come To bring good news to everyone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 I bring To all the world and gladly sing To you this night is born a child A merry chosen virgin mild This newborn child of lowly birth Shall be the joy of all the earth 谢谢你请我们吃这么丰盛的晚餐 好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大餐了 我太忙了 根本就没办法煮大餐 幸好有你准备的盛宴啊 我吃得很愉快 可是我得走了 我要去参加教会的子业崇拜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我也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吗 艾多我是不是凑过那份特别的礼物了呢 不过今天晚上的确是很温馨愉快 艾多不要吵了 原来是你 你这一次又要告诉我什么故事了吗 我并没有收到你上次说的礼物 我预备了好多的东西 我不止装饰了圣诞树 烧了一只鹅 还特地做了一双红靴子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圣诞节的礼物吧 看看你周遭的朋友你就知道了 圣诞节送礼物是个很好的习俗 但圣诞节真正的好消息是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成为英海降生在伯利恒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是 对 我终于明白了 真正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终于明白了 爱上我可怜的孩子 爱上我可怜的孩子了 爸爸 你刚刚不是说已经帮我找到最棒的圣诞礼物了吗 原来是那双红靴子啊 宝宝 他拿我的红靴子去哪里啊 安德里不要说话 爱上给你 祝你圣诞快乐 给我的 今年圣诞节 上帝给了我这么棒的圣诞礼物 我爱多 我这么做根本不算什么 祝你圣诞快乐 汉四 谢谢你 上帝祝福你 可是宝宝啊 安德里啊 让我告诉你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上帝将世上最棒的礼物赐给了我们 这是我们送礼物的原因 祝你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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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